老爸,你信不信有鬼啊? 乔迁新局,遭遇滥抢 伤手一撕,惊失一副诡异画响 同事劝他这里不详,他不信心 到时劝他搬离这里,他听不进去 还错把高人当成神经病 只到这晚恶嫖险行,要抓他们当替身 这一家四口才慌了神,不知咋办 我早叫你们搬走,你们不听话 我捡了个帮这么多了 我叫你们搬走 准备好了吗? 班七,猛鬼佛跳墙 标书在一家建筑公司里做设计师 工作了二十年,依旧碌碌无为 导致一家四口只能挤在一间小房子内 还有两个女儿,小子四岁,大的二十 是已经知道王家领男朋友的年纪 表叔设计一流啊,不信风水,不信邪 所以导致他的设计在国内很不讨喜 同样呢,也遭到了其他设计们的排挤 不过经理不管这些,老外也不信这些 只要有人出钱买他的设计 只要他能为公司带来效益 那他就是有利用价值的 所以呢,公司经理准备给标书升职加薪配别墅 新勤了二十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标书很开心,所以准备给家人一个惊喜 当天晚上,他打着出门吃馄饨的幌子 带着家人来到了一间高级餐厅 更是取出了所有积蓄,准备大吃一顿 但是这样的标书可是把他们母女给吓坏了 老公你受了什么刺激了,你是不是不舒服,你不要吓我 人家等着我们点菜呢 你是不是被炒鱿鱼了 没关系,我可以多找几个学生替他们补习 还有以后我也不再花钱听演唱会了 看着福生同情的样子 看着他母母女担心的样子 标书不装了,他向家人摊牌了 他现在是设计部主任,他有钱了 于是第二天,他便迫不及待的带着全家前往新宅 当然也顺便带着这个免费工人一同前往 大哥这个人其实挺好,就是嘴臭 说好的不灵,说坏的是相当准 快到别墅的时候突然下了雨 大哥就不用脑子说了一句 大哥话后,车果然陷住了 标书拼命加油试图冲过去 可这个大哥又说了 显然呢,他就是那个人 一路波折,终于在晚上成功抵达 别墅确实很大,但好像很久没有人记住 这古怪的一幕不由让标书老婆吐槽 但是开灯之后,女人一改想法 因为这里是真的很豪华 女人很开心呢,觉得这么多年没有白根标书 可一家子屁股还没做热呢 一家搬家公司,为一催而来 他们是受到了标书的老板的嘱托 来搬走这里的所有高档家具的 还不等标书说啥 工人们开始工作 仅仅片刻所有家具被他们一扫而空 不得不说,这家搬家公司干活是确实很效率 最后甚至连电表也不放过了 此刻女人的心就如这间房子一样空空的 标书在旁劝着 这么多年,他们什么没有经历过 所以苦只是眼前的 他们会越来越好的 这时,女人阿珍的尖叫从厨房传来 点着蜡烛之后,他竟看到了一个怪人 但是标书跑过来之后,那个人就不见了 第二天,标书买了好多新的家具 让这间空荡荡的北页书总算是有了家的样子 这间标书来到了地下室 在这里看到了好多唱戏用的道具 心情大好的标书随手拎起来大道呼唤了那么几下 到如今英雄陌路 其也都不能一 老公啊,你要不快点上来 然而就是这事 诡异的事情也随之发生 阿珍在找东西的时候 楼上就有双眼睛在注视着他 经纪人的怪人就来警告 让阿珍一家赶快搬离这里 可惜当时阿珍却把他当成了傻子 楼上的杂物件内堆积了很多东西 其中就有一个轮椅和一家全家府的相片 家庭成员与他们家一样 都是一大一小两个女儿 并且他们猜测着一定是前任的房住 晚上的小女儿过生日 蛋糕切的一半突然电闸爆了 标书无奈为了干搞 他只有去隔壁的庙接了盏油灯 然而再回去后还没有工作多久 标书的老婆悄然而至 准备送给标书一个难忘的新销 没什么东西送给你就把我送给你了 可是午夜十二点 标书突然被一阵唱心声给吵醒 醒了后再去顶楼仓库查看 却有一无所获 在这里他碰到了同样听到声音寻来的女儿阿珍 阿珍告诉标书这间房子肯定有点问题 可是不信鬼神的标书觉得女儿就是胡思乱想 然后呢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上班 公司同事知道标书住进了那间房子后 就一脸惊恐 但他知道标书是不信鬼神的 就没有说啥 等一时间这个女人这里 他来到了超市采购 于是就再次碰到那个怪人 怪人警告女人快点搬离这里 不然就来不及了 但此刻她的样子 可是把女人给吓坏了 并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 再再次把她给当成精神病了 此刻的家中 似乎正在印证那个怪人所说的话 她的小女儿 正跟着一个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玩耍 而她的大女儿也在收拾墙的时候 把破寸的墙纸一撕 从里面就冒出了一半诡异的话 阿珍看到她有些害怕 便赶忙把她虎上 让标书虎的粉刷 同时也顺便把那个免费工人给招来了 可由于这晚偶遇台风 大哥走不了了 但这似乎又是她想要的 难得来个大台风 今天晚上要跟阿珍聊天聊到天亮 我可以抱紧你 抱紧你 请你 结果晚上标扫让她碎可听 可是当夜深远镜躺在沙发上时 她就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她觉得这场夜漫漫 如果不做点什么 那岂不是辜负了这台风的一番好意 于是大哥当即上楼敲门 可是敲门声不但吵醒了阿珍 还有她未来的老丈母娘 标扫把大哥嚎一腾鼠了 妈的她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下楼 坐在了沙发上 还不等她妈娘 阿丽却突然带了个鬼脸来找她了 并且还给她一个让她带上 这让大哥心情瞬间舒畅 原来阿丽竟然喜欢玩这个 然后他俩就躺在沙发上 嗨嗨乱叫 可这幅画却让阿丽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阿丽觉得大哥太骚了 当即摇头走掉 然后这一幕就被一大个看他了 你是谁 你不是阿珍 阿丽不要开玩笑了 安哥看他会生气的 你这鬼样子好难看的 你不是要跟我说话 大哥吓坏了想逃又逃不了 只是挣扎了片刻就晕了过去 不知最后到底发生了啥 可见当他醒来时 就莫名的躺在标树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逃得快 估计还没破处 就立马投胎了 达哥这次是真的被吓坏了 当天就带着阿珍去找他一个同学 大明白学长 觉得所知 这个学长是相当的厉害 天日才都主动邀请他去做节目 这位学长来到了阿珍的家 他先是撒了一群黄粉 又取走了两人准备施法 但是这个法术还没来及施展 阿丽加的吸尘器 竟自动的吸走了地上的所有黄粉 看到这 大明白学长有些懵逼了 这人工智能都发展了这么快吗 于是之后 学长大战吸尘器 同一时间打到声音传到了外面 听到大哥是热血沸腾 恨不得能参与其中 但是实则刺客的学长被打得是一山不正 又过了好一会儿 大哥听里面没有声音了 就和阿丽走进了屋中 他们看到了学长遍地狼藉的战果 可就是不见学长欺人呢 还是这事 屋顶悬挂的行李突然从天而降 大哥好奇打开 发现里面居然装的是学长 晚上 标叔就看到了学长曾商工的另一节目 说是相机可以拍到阿飘的 前面说了 标叔是不信这套的 所以他当机关了电视机改看报纸 不知过了多久 标叔就听到了一阵孩子的吼叫 标叔第一时间来到了女儿的房间 却发现小女儿睡得正香 显然这个声音不是他发出来的 然后标叔就来到了屋顶的仓库 可是他在前面走着 有个东西就在后面飘着 标叔似有所感的猛一转身 啥都没有 但再一转身 险些把他吓尿了 标叔是连滚带爬的跑出了仓库 冷静之后 他就想起那相机招鬼的事 于是他拿出了自家的所有相机来到楼上 把所有聚焦都对准了仓库 在左手开门 右手拍照 左下忙活了半天 他啥也没有看到 还没完 从这晚的凌晨三点五十开始 标叔就会猛的起床 坐在梳妆台乱滑一通 再来到地下室 穿上戏服 拿起大刀 就是开刷 动作虽然标准 但人却很难受 所以隔天醒来 标叔都会莫名的腰酸背痛 完全不知道自己昨夜经历的啥 白天上班也没有了以前的经纪神 那个同事看到之后 就过来给了标叔一道符 说他知道标叔不信这个 但他求个心安理得 这道符他必须送出 并且还劝告标叔 一定要尽快搬离这里 可他哪里知道 在经历了昨夜的时候 此刻的标叔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死绝一通了 当天回到家 标叔竟偶遇到了那个怪人 此刻 怪人一脸诡异的上前看着标叔 并且之后还仿佛看到什么很可怕的事情 脸盲逃脱 把标叔搞得是一脸莫名其妙 再次走进了仓库 标叔把皇甫贴在这脑门 开始在仓库里乱找一通 结果一无所获 可他把皇甫撕下 一阵斜风吹过 吹得标叔一哆嗦 而后就听到阿丽在喊吃饭 标叔连忙下落 而是从这里 标叔就变得很是古怪 白天不上班 晚上去做棺材 一跟阿丽说话吧 就满嘴山东话 你妈哪个简认 看我亮腿缺了 在外边狗三打死 还生得脸重回来 就是你妹妹 我绝不会绕她 该不来开会 所有人都在等你 房屁 怎么搞的 这么晚了还不上学去 喂 这把阿丽听得是莫名其妙 不过当标叔走后 阿丽却只看到 标叔之前拍的那些照片 并且在照片上 还看到轮椅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而后阿丽就带着这些相片 去找大哥 可大哥在那天时候 就自动输远阿丽 不为别的 是因为阿丽加大票 太猛了 男女通吃啊 但这次是阿丽自己寻来的 所以大哥准备给阿丽 一个深刻又难忘的教训 为此 大哥是精心准备 不过当他从幻灯片中 看到了那张脸后 那些准备 便被他自己一言而尽 之后大哥追倒了 阿丽也匆忙回家 可当他走进房间那一刹那 二轮的那张墙纸 自动脱下 他的妹妹也称 正在跟一个陌生的姐姐玩耍 阿丽有些害怕 赶忙把妹妹关在了房间 但再出来 他就又看到了 那半张诡异的画 看那微微翘起的毕业指 阿丽干脆上手一撕 刹事 整间画像浮现在眼前 看那阿丽有些毛孤怒 就是这事 彪嫂回来了 不知为何看到了这一幕 他就变得莫名暴躁 于是就与阿丽发生了争吵 不一会儿呢 彪叔也回来了 也被这诡异的一幕影像 也迅速加入战局 但是争吵之后啊 三人都后悔 也变得莫名其妙 因为这是他们全家 第一次为了点小事争吵 冷静之后 彪嫂突然想到 难道这房子 而后彪嫂来到了寺庙 祈求菩萨保佑 这边回到单位的标书 也再次受到了同事的警告 你那个房子有人死过 十年前大火一家人都烧死了 不干净了 你赶快搬吧 不是我最心吓你啊 那个房子 以前有个唱戏的中国 后来两条腿都瘸了 他不能再唱了 成了心理变态 他经常呢 还虐待自己的老婆 跟两个女儿 最后呢 还放火烧死了全家 那个何经理也真是的 他能省就省 也不是个道场超度亡魂 所以呢 就阴魂不散咯 标书听得心虚不宁 立刻回家 但途中却偶遇阿飘 一个不身处的车祸 车子拱下了山坡 待标书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墓地 标书一脚油门 就陷入了其中 下车一看 那个墓碑上的照片 就是上日房主 标书想逃 却被一只哭手拽住 如果不是交警 而及时赶到 估计标书已经吓尿了 不得家的标书 很是愤怒 他来到地下室 丢到了所有媳妇 并斥责阿飘 有种出来与他单挑 我知道你在里面 搞我还没关系 居然搞我全家 我劈死你 你 死鬼 猿鬼 臭鬼 那一边 阿力和大哥去找那个怪人 想祈求他的帮助 结果来这里发现 这个怪人竟还是个道士 但此刻 道士却告诉他们 原来这个怪人叫佛跳墙 在得着那间房子 闹票之后 就遵使命的 一只针手这里 同时呢 他也在找机会彻底除掉他们 当然呢 这个机会是很难找的 再看到标书一家搬来之后 他就三番五次的上门警告 结果呢 还被人家当成了精神病 现在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他们家自找 同一时间的标书这里 在阿飘面前 绕五阳为了一番之后 这边阿飘教训的是痛苦不堪的 如果不是标嫂赶来相救 估计他会提前玩玩 然后两人出门家车 准备逃离这里 可是车刚走 就看到阿力已经回到了这里 没办法呀 标书就再次下车去找阿力 在这期间 大哥则来到了粉地 要挖出佛跳墙师父的骨灰 按照佛跳墙的意思是 大师是得到高僧 即使已经火化 那他的骨灰也是能降妖虫魔的 表嫂在车中等待 许久不见标书归来 便寻到屋中 结果呢 他就如葫芦娃旧爷爷一样 先后被阿飘破伤了气候 在十二点钟声响起 阿飘准备点火 关键时刻 佛跳墙即时赶来 他先是一掌 打倒了阿飘覆盛的标树 再掏出一块写满符文的白布 扑灭了满屋子的邪祸 和阿飘反应过来时 佛跳墙就发现 自己并非他的对手 于是他就准备动画阿飘 阿飘不想在他面前啰嗦 只想快点干掉标书 好去投探 所以他就想咬舌自尽 看到这 佛跳墙当机扯下了自己的一发一劫 绑住了标书的嘴巴 成功的阻止了他咬舌自尽 但是这样的行为 似乎让标书很是痛苦 看到这一幕 标嫂就过来劝他 让他救救标书 就在佛跳墙也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发一劫 竟然能把标书体中的恶飘给逼出去 可这种行为虽然是救了标书 却也惹得恶飘很是愤怒 于是之后恶飘显露原形 更是一招把佛跳墙打得是生不如死 这边标书一家乡逃离之力 却被阿飘阻拦 这是大哥劈开门 带着高僧的骨灰前来相救 可是他根本靠近不了阿飘 也使得骨灰坛掉地破碎 要命之际 他赶忙告诉标书 让他把骨灰撒在阿飘身上 听到这儿呢 标书的第一想法就是利用风扇 胆衣激动插头被他扯断 小女孩见死联盟走了上来 插向了插销 下一刻 电扇动了 把骨灰吹的阿飘满身都是 一群人齐心协力的出掉阿飘 可是大师的骨灰 应该是还不回去了 第二天 为了不让这里再住人 标书联系同事让人拆除这里 可是拆到了一半 经理听信寻来 要强硬阻拦 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并且那标书还用吊车 把他丢进了鬼屋 让经理如愿的看到了 能够飘得老旁孩的 最后的结局是 佛跳墙没有事 只是被打了个半彩 而即将失业的标书与同事 也极心高照的 接到了一份新的工作邀请 故事到此结束 1988年的恐怖片 比我年纪还大 小的时候看 尤其是唱戏的那一段 真是童年阴影 以至于之后的十几年 看到黑夜的房间 都不太敢往里面进 如果你看过闪灵 那你一定会发现 这部片中有很多元素 都是模仿闪灵的 不过听说 于仁泰导演也确实是美孔迷 另外关于主演标书 底巴拉龙哥就先不说了 今儿个主要说说 李李珍 年轻的时候是真的漂亮 她的其他优秀的作品 也有幸看过几部 比如什么什么蜜桃 纽扣等等 别跟我说你没有听过 我刚问我媳妇的 她说她也听过 话说八九十年代 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代 毒片 鬼片 僵尸片等等 曾风靡整个中国 另外当时的电影人 是真敬业 不仅吸收西方的电影精华 还在剧本上 题材上及拍摄手法上 不断创新 然而再看看 当今的电影作品 再难找到当年的那份感觉了 特别是恐怖片这一块 完全找不到那种 在吓人之鱼 又会让人反思 和毁无穷的作品 你疯了 没事搞什么 啊 不得了 这一块 还在剧本上